来看台湾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25号召开记者会 证实接种高端疫苗后 死亡个案增值4例 而针对郭台铭等民间人士 推动BNT首批疫苗提前出货 有望月底抵台 但或因货品标签 不符合台当局 原有规定会售组的传闻 指挥官陈世忠表示 疫苗检验合格最为关键 台疫情指挥中心 承认台产高端疫苗 试打三天以来 已经出现4例接种后死亡个案 除了之前公布的 桃园和新北两例外 在桃园和基隆又各新增1例 主批疫苗是桃园市的 40多岁的男性 他有糖尿病 体重约120到130公斤 在823号接种疫苗 在今天825号 在工作中突然昏倒 失去生命迹象 基隆市有一位 40多岁的女性 那她是在24号上午 在基隆市这边有接种高端疫苗 那施打完后 明显不是 但下午大概5点半 就是前往医院急诊 说有胸闷头晕手脚麻 出汗的 那后来在等报告的时候 在下午6点半在诊监处死 台指挥中心仍表示 死亡个案是否与疫苗接种有关 有待司法相验释 暂不会停止高端疫苗接种 而对于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日前 亲往欧洲成功抢货 第一批150万剂BNT疫苗最快本月底到货 但该批疫苗包装标签 可能不符合台当局的所谓要求 台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的态度 似乎放软 大概在标签里面 它大概有相关的一些中文的字 跟复必态的字样 那不过我们经过审慎的考虑 在这段时间 是防疫是我们唯一的考量 那重要的是 这个疫苗的内容物 是不是安全有效